嗨 我是寶可夢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也歡迎你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也別忘了五星評價喔 今天的主題是 大戶之夜 直播心得分享 大戶的方舟策略二 他講的叫做紀律投資 嗨 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寶可夢卡好 昨天呢不曉得你有沒有參與 我們大戶之夜的直播呢 如果有的話呢 我相信你應該是收穫滿滿啦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其實今天這一集節目呢 就是要幫你做一個簡單的重點整理 那先來聊聊說為什麼會找我 因為這個很妙 大戶之夜呢其實是他們官方 每一年都會選題 然後呢會找不同的財經專家來舉辦活動 有的時候呢 它是一個現場的 這叫什麼直播送出去 有的是這種所謂的 大家在各自的空間裡面 線上連線的方式 如果你有影響的話 今年的四月份 其實他們有跟BLVCK做聯名 然後在那個應該是在 那個圓百信義店吧 圓百信義店的二樓還是三樓 那邊他們有一個自己的櫃 他們就直接在那邊做一個提供空間 然後其他部分其實就是由大戶這邊來出人 然後來出器材這樣子 好像是一個蠻有趣的一種做法啦 那也是因為他們有一個這樣這麼有趣的聯名活動 所以我才有辦法去拿到這個BLVCK很可愛的小熊來送大家 那這一次呢 下半年的這一場呢 他們的主題呢 就是緊扣2023年的這個投資未來的趨勢 我們都知道其實烏二戰爭 然後還有就是不斷的通膨 然後FED升息 在這三方的壓力下 其實股市呈現了一個不確定性 波動非常劇烈的情況 所以這一次呢 他們就是找我 然後還有大俠武林 一起來跟大家聊聊就是 2023年到底應該要怎麼投資 那我講的部分呢 其實算是比較簡單 比較fundamental一點的 就是跟大家聊聊說 我是怎麼去使用大戶數位帳戶 那包含我都是使用它的什麼功能 有沒有什麼亮點的功能 來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在昨天的直播都有跟大家分享 那你有興趣你可以看我們下面的連結 資訊來連結呢 你也可以去回顧一下 那我簡單講就是 永豐大戶這個產品呢 2019年6月上市 那上市的當下呢 其實很多的布洛克都有發現 而且都第一時間做分享 因為畢竟在三年前 信用卡來到8%回饋的真的不多 那他們是第一次就是提出這樣子的回饋 那當然那個時候 因為是低利率的關係 所以他提出1.1%的高利活數可以存100萬 其實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 那只是近年不斷的升息的情況之下 其實他們也是略有縮水 現在是1.3%可以存30萬 那當然都是不一樣 那很多人都在問說 那要不要跟他們內部的人就是提示一下說 其他的銀行都已經做升息了 那為什麼大戶還不升息呢 我相信各家銀行有他們自己的考量 就好像Richard他後來就不跟大家玩這種就是 每一季就升息一次的玩法 他就變成固定利率了 所以他們會怎麼去做決定 這個我們真的無從智慧 就好像很多粉絲 他們就在我們的大戶Telegram裡面詢問我說 寶可夢你可不可以就是 幫我跟永鋒金證券講說 我那個台股美股交易可不可以零手續費 聽到這樣子的要求呢 我當然知道 每個人都希望將交易成本降到最低 但是這是有可能的事情嗎 這不太可能 因為這些券商 這些銀行業者 他們就是要賺錢啊 他們提出來的利多呢 是吸引你的一個鉤子 但是呢 能不能夠達成自己的財富自由呢 還是要看你自己的功利 所以這些都只是一個工具而已 那當然我會盡量幫大家去反映 這些資訊進去他們的內部 可是真正做決策 決定要不要讓利的 還是他們自己銀行內部的 決定嗎 或者是證券內部的決定 所以我很難跟你掛保證說 好 我幫你講 然後就一定降價 這不可能 唯一有可能讓他們降價的 就是其他的銀行 其他的券商 都一直不斷的在釋出利多 在讓利 那他們會了 要讓自己在市場上有競爭力 他們就會想辦法 就是釋出更多的好看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叫做 有競爭才有油水 所以我也會發揮我自己的影響力 就是在我的平台上面 跟大家講說 現在哪些權益是好的 那這樣講的話 其實大家往那邊去關注 去使用好的 有優惠的這些券商 或者是銀行產品 對於大戶 對於永鋒 他們就會有壓力 我相信 我用這種方式 會比我直接到他們家門口 跟他講說 就是給我升息 然後給我降手續費 還要有用多了 這是沒辦法 就是他們怕的其實還是 社會大眾的這個風向的部分 好 那再來我們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這一次的直播裡面 有講到第一個主題 叫做大戶的方舟策略 就是第一個是 數據為王的時代 這個數位思維要怎麼去養成 這個就很妙 因為他們在Re稿的時候 就是關鍵評論網跟我Re稿的時候 他問我說 我平常都是怎麼去使用這些數位產品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如果平常都沒有在接觸這些資訊的話 那你對這些東西是相對不敏感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可能就必須要看到有人做第二手或第三手的整理 那你才會知道說現在市場發生什麼事情 而我的話 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接觸第一手資料 第一手資料指的就是銀行官網的資訊 所以我會不厭其煩的時不時就上銀行的官網去看 找到有趣的不錯的行銷活動 然後再把它整理出來 然後看是做成Podcast節目跟大家分享 或者是我寫成一篇文章跟大家分享 這有很多種不同的呈現方式 那甚至更複雜一點的 就是把它做成一支YouTube影片 來跟大家分析 比如說我們都是主題式的 這一次講的是 比如說缴罰單有回饋的卡片分享 或者是缴稅費有回饋的卡片分享 這種都是我自己會 根據主題式來使用應用在不同的平台 那所有的這些末端的平台的產出 其實最源頭的部分 還是你自己的數位思維 也就是你平常有沒有養成這樣的習慣 去看到這些資訊的時候 你可以去思考去想一想 為什麼銀行會推這樣子的活動 那它推這樣子的活動 它是為了要幹嘛 它是希望你去做換匯 比如說是以外匯的活動來講 它推出這種4%跟5%的高利定存 為的是什麼 那現在呢 美金的換匯匯率非常的不好 就是31 32 甚至有可能33 34 在這個時候推這個 所謂的高利定存 其實它很明顯的就是 它要賺你的匯差 因為你現在買了比較高的美金 你將來如果要賣出去的話呢 你的機率就比較低 那除非你要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34或35的時候才賣 但是它萬一要是忽然間打回去27 28 那你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賣 所以你在不同的匯率情況之下 其實都會有各種不同的聲音 就好像在股市操作一樣 人家覺得說台積電線已經跌破400了 已經300多了 那到底還要不要買啊 對啊 所以這個大家就會有很多的討論聲音出來 那如果你了解台積電是一家怎樣的公司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 曼彪股台積電的啟示錄 這個缺右上老師的這一本書 如果你有去閱讀的話呢 其實你的心不會因為這些媒體資訊 然後就起起伏伏 漲漲跌跌的 這個是你可以用一個很沉穩的心態 來去看待台積電這支股票 所以這是題外話 我沒有說你現在一定要買 或者現在一定不要買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在面對投資這檔事情的時候 你能夠有更加親民的一種思緒 然後來去看待你所挑選的標的 不論是個股或者是ETF 0050056 或者是0087800900 這個我們之前都有做節目跟大家分享過 你就可以用我今天跟你講的這樣子的態度 你去思考 你就不會人云亦云 那當然有時候我會覺得 有一些三角貓 有些不懂這些事情的人 然後在我的粉絲頁上面 就是在那邊講明話寫 我就會看得非常的很討厭 就是他見不得人好 然後你拿到了股力之後呢 他也覺得說 你現在的股價就是跌了一半了 跳水跳成這樣子了 你還在那邊就是大放其詞 在慶祝說你拿到了股力 我想說關你屁事 我又不是一次買 對不對 我也不是為了這個股力而買的啊 我只是定期定額 然後有我自己的投資紀律 時間到就直接投 時間到就直接投 我也沒有在逢低買進 我也沒有逢高出清什麼的啊 所以他到底在那邊 沾沾窒息什麼東西 所以這些人呢 就會讓我看得就是非常的不是智慧 一定很討厭 因為我覺得投資是你自己的事情 關你屁事 對不對 對啊 就是這個樣子 那再來 大戶的方舟策略二呢 他講的叫做紀律投資 多元配置降低風險 那這個part他們是 請大俠五零來做分享 我聽了他的分享之後 我覺得蠻有趣的 有幾個點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要當投資分析師 你要在網路上就是能夠呼風喚雨 你必須要有一定的風趣程度 如果你是一個很無聊的投資老師 那人家可能不會聽你的 不會看你的一下就跑掉了 那他會用一些很生動的比喻 比如說中午睡醒之後才來看盤 結果已經收盤了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他他有一本書叫做 股息cover你每一天 他的言下之意其實就是說 他買600張的兆風金 那這些兆風金的鼓勵呢 其實就可以指引他一整年的所需 他不需要再看盤了 只是人都需要找一點事情做 所以我個人的觀察是 他能夠有一些額外的合作 或是曝光案 他還是會去在外面跟大家分享 這當然都是好事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大俠五零的粉絲頁 去看看他在跟大家分享什麼東西 他的策略是什麼 那你可以自己多多參考 對於我而言的話呢 他的有一些話風趣歸風趣 可是我也沒有非常的贊同 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投資哲學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思考 他講的對還是不對 適不適合自己 就包括我自己跟你分享的這些資訊 也都是我個人的見解 也沒有保證說 你聽了我的方式去走 去投資就一定會賺錢 絕對沒有這回事情 那講到這個很有趣 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最近看了一本書 叫做台面下你都怎麼投資 這本書很有趣 因為我們前一陣子跟大家分享 致富心態這個作者 那一本書 台面下你都怎麼投資呢 他的這個作者 他有去採訪致富心態的作者 就是你跟人家分享 那麼多的投資策略 你的投資心法 那你到底都怎麼買的 這不是最重要的嗎 你看這些證券分析師們 就是在節目上面 然後在電視上面就是 但是你問他說 那你都買什麼 他也不見得會跟你講 對不對 他教你怎麼投資是一回事 但是他到底怎麼賺錢 他不會跟你講 那我的話呢 算是 我比較誠實 就是之前啊 我有永豐金證券的大戶頭買了什麼 其實我對這樣 都破出來給大家看了 定期定額的那個資訊標定 你到我的部落格都找得到 其實都一目了然 所以對我來講 我沒有所謂的遮蓋跟掩飾 這種事情 就是很自然而然的讓你知道說 我到底投了什麼 但是我當然不會只有 永豐金證券一個賬戶啊 我還有星光證券 然後我還有其他的 台信證券啊 富邦證券 那我會用這些證券 去買什麼東西 你就不知道了 其實說真的也沒有必要 跟這個義務跟你講說 我到底買了什麼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網路上面 電視上面的這些證券分析者 你聽聽就好 對不對 因為他不會放 真正的對賬感給你 他可能有三個戶頭在操作 他分散買不同的個股 哪一支股票後來漲了 他貼出對賬單就好啦 對不對 他有一百個賬戶 你也不知道啊 所以這個很難去講 所以我也不喜歡去跟大家 就是帶風向 然後叫你買什麼股票 我不是這種所謂的投顧老師 因為覺得這真的很無聊 我不想要做這種事情 我喜歡做的事情就是 把我的錢放在全市場的股票 跟債券上面去 那我就只要每天睡到醒 睡到自然醒 我都不用去管股市啦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也是我個人的投資策略啦 那再來呢 我們的節目前兩個part走完 大概就40分鐘 最後就是一些QA 那當然你如果有來參與我們的直播 然後並且在線上問問題 我覺得這是很好 因為你可以得到一些直接的feedback 但如果沒有的話呢 其實你也可以在事後私下的問這些講師 或者是寶可夢 其實我們在私訊收到這些訊息 我們還是會蠻樂意的去跟你回覆 像前一陣子剛好就有一個粉絲 他就問我一個問題 就說 寶大我剛開始要買台股跟美股 可是我不太懂 那有沒有什麼建議的 那我就很熱心的跟他講說 大概大盤型的指數有哪些 然後你可以從這裡去這個下手 就後來呢 他又就是峰回路轉 他問我一個問題 他就說 那我最近可能要辦一張信用卡 然後呢 海外啊 日本啊有沒有什麼高回饋推薦 我就知道說 這個是身手牌 沒有用 對他不是真的想要跟我討論 他只是希望我報名牌給他而已 所以這種的話呢 我吃了一次畢業之後 我以後我就不會再幫這種人了 我說真的就是這樣子 我只會丟說我的部落格在這裡 你自己去看 我的YouTube影片在這裡 你自己去看 我的YouTube上面呢 目前至少也有200支影片 然後我的IG上面也有兩三百則貼文 部落格上面呢 至少也有1600篇影片的文章 那你就自己去看 我就覺得我沒有必要 就是你要什麼東西 然後我還要餵你 我又不是你爸媽對不對 就是這個樣子 這一次啊 大戶之夜呢 他們很妙 他們送三本寶可夢的新書 然後也三本大俠武林的新書 那你們對這些書還有興趣嗎 我不曉得耶 因為現在感覺起來 在這個世代看書的人 感覺上不是那麼多了 但是我覺得書中自有黃金屋啦 所以我還是非常樂意去閱讀這件事情 因為這些閱讀呢 如果真的我有去收到一個 改變我人生的概念 我覺得這個200多塊呢 其實就值得了 所以不管你有沒有參加直播來去抽書 有沒有拿到書 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你可以去網路上 你可以去實體書天去翻這些作者的書 然後去找到適合自己的書 最後再買 要不要買無所謂 反正你從翻閱的過程裡面呢 你就可以有所收穫 好就是這個東西 我相信是比我們這些KOL 經過第二手跟第三手 第四手的資訊給你呢 其實是最正確的 所以我也就是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了解這些財經資訊 或者是我們講的這些 所謂的第一手的資料 你還是要自己去官網去看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這些KOL 我們這些波洛克 所整理出來的表格 其實都已經是第二手第三手了 它中間有很多的重要資訊 其實都會被 因為某些因素而被隱藏起來 比如說我的表格 就沒有辦法放那麼多資訊 所以有些東西 我就會省去會隱藏起來 那你就會看到一些不完整的資訊 其實這樣對你自己來講 解任務上是會 可能會有所挫折的 因為你都已經照我講的去做了 可是為什麼你還是沒有拿到獎品 那很可能原因就是 你少做了某個步驟的環節 但是這個環節 我認為你應該是要 就是理所當然去做到的 但是你卻沒有做到 對不對 那你就很可能會發生這種 為什麼我都照你講去解了 我去開戶我也辦卡 我也去刷卡了 可是我就是沒有回饋 等了三個月什麼屁都沒有 對不對 那很有可能就是 你真的某件事也沒做到 比如說 SNY信用卡 它有最高20%的回饋 在超商有這個搭配接口 最高有20%回饋 好 那這個要怎麼拿呢 第一個 你得實體刷卡刷1000塊錢 那這個實體刷卡呢 就有一些美感了 因為有一些人呢 他們在我youtube下面就問我說 我看了你的方式 我去辦卡了 為什麼我第一個月 就沒有拿到回饋 然後呢 跟他討論半天之後呢 他就說 哦 原來你說的家樂福儲值呢 是要到現場去儲值 結果呢 他在家樂福的APP裡面呢 就直接按下去就儲進去了 那當然是線上儲值 他就不是實體刷卡啦 所以像這一種 很細節很detail的部分呢 好 我覺得大家遇到的問題 我會跟你講 但除此之外 你還是要自己去看條文 你才會知道啊 不然我認為的重點 跟你認為的重點 就不一樣的 那你自己就落高了怎麼辦 那甚至還有什麼 像剛剛講的SNY20%回歸 他還有幾個Mega的地方 第一個 你必須要就是 呃 用SNY數位帳戶來扣角卡費 你有做到嗎 第二個 你要每個月登錄一次SNY的APP 然後這樣才符合資格 第三個 你要把SNY信用卡 綁定在華銀支付這個APP 就是呃 台灣配裡面 好 就是華南銀行plus 他的這個APP裡面呢 他就是有個台灣配的功能 那你把這張卡片綁定進去 就是完成所謂的華銀支付的 所以你要完成這四大任務 但我通常我會解說的時候 我會認為最重要也最困難的 就是實體刷卡 一千塊錢這件事情 我就特別解釋 但是二三四這三點 我就沒有特別講了 因為我覺得 這不是你辦卡的時候 你本來就要都設定好的嗎 但是很有可能 你就是沒有設定好 那你就拿不到回饋啊 對不對 所以這有非常多Mega的部分 所以回到我們一開始 緊扣的主題就是 如何培養自己的數位思維 你只要學到我是怎麼去看 或者怎麼去拆解 銀行的優惠活動之後呢 接下來你不需要靠我的資訊呢 你也可以自己去看 銀行的行銷活動 然後自己去拆解 我相信學到這一招的話呢 應該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或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你就是到粉絲 電視訊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斗內 都可以 我們有看到的話呢 都會在做節目 跟大家回報喔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一個見